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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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所有的后世 埃伯特如此解读这句话 《小镜分叉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武装的小说 《入该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 向我们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叉 在现实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 总是在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 在彭罪错综复杂的小说中 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 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 方军决定杀掉他 很自然有几种结局 方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 可能被他杀死 或者两人可能安然无恙 也可能都死等等 在彭罪的作品里 各种结局都有 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个分叉的起点 有时候 迷宫的小镜回合了 二人发现整本小说没有提到时间 但却充满了时间的分叉 充满了时间的影响 艾伯特说 小镜分叉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 或者预言故事 谜底就是时间 小镜分叉的花园 是彭罪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 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 牛顿和舒本华同样认为 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 彭罪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 背离的 会合的 和平行的时间 支撑一张 不断增大 粗动复杂的网 由互相靠拢 分歧 交错 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 支撑的网络 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小说的结尾 有一种躁动产生了 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 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 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 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 茫茫茫茫 形形色色 我在抬起眼睛时 那层梦烟式的博物消散了 追捕于准的军官 来到了花园里 于准握好手枪 对着艾伯特 小心地扣下扳机 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 第二天 报纸上的一脚写着 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 被一个名叫 于准的陌生人 暗杀生死 暗杀动机不明 于准成功通报 给德国军事基地的秘书 杀掉了和艾伯特 城市同名的人 而小说的结尾写道 他不知道 谁都不可能知道 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我认为 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 伟大作品 小镜分岔的花园 于表面上 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 实际上 博尔赫斯的核心思想 并不在这个间谍身上 而是在于 交错或永不干扰的时间 支撑的网络 包含的所有可能性上 但结尾的落点 在于面对洞悉了 小镜分岔花园 与时间宇宙秘密后 却无能为力 依然要杀死自己敬畏的人 艾伯特 究竟何为迷宫呢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此时此刻 你就处于小镜分岔的花园里 即使同一时间有若干可能性 并存在导致不同的将来和结局 而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一经选择 就再也无法回头 好比于今天 你无意点开了我的视频 看完了视频的所有内容 与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你 分岔成两条时间线 命运全然不同 这个分岔的过程 时时刻刻存在 迷宫就是时间本身 波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 讲了一个空间的无限性 而对于小镜分岔的花园 他讲了时间的无限可能性 对于时间和空间 波尔赫斯是这样理解的 波尔赫斯说 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 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 而你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时间的宇宙 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 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迪乌斯 讲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而这个虚构的世界 对现实进行了入侵 环境废墟说的是 我们在不断做梦 在创造幻影 但其实我们会不会 也是别人梦中的一个幻影 通天塔图书馆 则创造了一个 无尽空间的宇宙模型 里面的书籍 有无限种排列的可能 而人类在其中 逐渐失去了语言 小镜分岔的花园 披着侦探小说的外衣 实际上 却是一个时间的迷宫 在我们做出不同选择之时 影响着不同的结果 这些结果由不可逆转 陷入时间的无限排列 与不可逆转的绝望中 四期节目 讲了从世界到自身 从空间到时间 展示了 博尔赫斯神奇的小说魅力 在节目的结尾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 小镜分岔的花园里 有一个叫彭醉的人 他写了一本小说 小说里有个主人公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造成了不同的结局 他写了13年 把他毕生所能想到的结局 都写了出来 这个人当然是 博尔赫斯虚构的 这本小说 也只有其神秘的框架 但如果在现实世界中 有人把一个人的 一生中不同的选择 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 想象出来 并拍成电影 会是什么样的呢 很巧 现实中的彭醉 名叫雅克范·多梅尔 这位导演在2009年 拍了一部电影 《无姓之人》 电影中的主角 名叫Nemo 没有姓名的Nemo 导演用极其复杂的 电影结构 拍出了他的一生 七次不同的死亡 源于Nemo的不同选择 他和三个女人 在不同的世界里相遇 相爱 相离别 要说 《波尔赫斯小静分叉的花园》 是披着侦探外衣的 时间宇宙 那么雅克范·多梅尔的 《无姓之人》 就是披着 爱情外衣的 时间宇宙 当然我觉得 这部电影 和《波尔赫斯的小说》 没有可批性 但内核却是一样的 作品本身也极其精彩 我的下一部影评 就是这部《无姓之人》 以上就是 《波尔赫斯迷宫》的 全部内容 我是黄安妮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